2023年8月13日,大脚星人理事会,觉醒的集体现在可以坐实吗?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中有多少人安静地坐着、放松,并向11月11日的能量敞开心扉。 我们知道你们现在处于接受的最佳位置,因为你们期望有更多的能量留下你们,并且因为作为一个集体,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那是因为现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人,你们并没有处于人口过剩的状态,你们需要这么多人来通过将你们的意识从三维频率范围转移到第五维度频率范围,来带来你们所参与的集体意识的改变。 你们需要很多很多个人,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你们需要很多人一直醒来,而你们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还需要耐心,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觉醒了几十年,并且你们已经等待了那么久的巨大变化。 即使你们中那些刚刚觉醒的人线,在正在遭遇一个又一个关于事件,转变,黑暗日子,大规模逮捕,全面披露的预测,以及进入人们的博客和网站及其网站上的所有其他预测。 人们确实希望地球上的事情发生改变,但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人们更加内省,而不是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何时,以及由谁来策划。 我们在灵性界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现在假设人们会放弃自己之外的事物来改变一切的想法,我们将始终带你们回到基础知识,在这些基础知识中,包括冥想、接地、与自然连、戏、补水等,你们确实会得到帮助,你们确实会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级别获得帮助。 由于多种原因,你们不希望所有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作为觉醒的集体,你们必须对你们的人类同胞保持耐心,并尽最大努力享受这段旅程,开拓你们第五维度生活的小口袋,这是可以做到的。 你们中有许多人正在接收这些传输并正在这样做,你们现在正过着第五维度的生活,你们正在发挥更多的天赋和能力,你们正在显化,并且你们正在与更高维度的群体和存在连接。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知道事实如此,不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线,还因为你们所有愿意等待,愿意相信道路的人你们是对的。 再说一遍,这是11月11日能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8月13日,天堂来信,请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传导Glory O'en Drov,译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今天是停止对自己挑剔的一天,是的,请不要再自找这些无休无止的毛病了,如果你们因为自己说过或做过的事,做过或没做过的事而拍手拍头,如果你们每天都感到悔恨,那么这封天堂信绝对适合你们,它是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了。 当然,你们也会犯错误,当然,你们希望自己的做法或说法有所不同,但是,你们还没有受够吗? 正如你们必须向你们的孩子指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善事一样,你们也必须向自己指出你们所做的所有善事。 你们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们关心别人,现在也要关心一下自己,你们不会像贬低自己一样贬低别人,你们是发现自己缺点的专家,忘记缺点。 找自己的毛病就是找我的毛病,你们知道你们不会因为委屈我而伤心难过,我请求你们,请爱你们自己。 想想我是怎么看你们的,我用爱的眼睛看着你们,现在是你们同样爱自己的时候了。 如果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你们,你们能不同样爱自己吗?贬低自己并不是谦卑,谦虚并不是贬低自己,足够爱自己,你们就会谦虚。 爱是一份伟大的礼物,我坚持认为你们要爱自己,爱自己,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你们在学习,你们来到地球是为了学习像我看待你们一样,看待你们自己。 如果你们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你们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类,你们正在学习如何回归自我,你们是谁,你们是爱,就是这样,最重要的是,爱自己。 因为这样你们就会爱所有人,你们会喜欢爱所有人,不是吗? 你们不想再指责别人了,不是吗?好吧,没有其他人了,你们的错都是你们自己,不再责怪自己,你们就不必试图停止责怪别人,责怪别人会让你们像树叶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没什么可说的,你们批评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你们是批评者,是被批评者,也是批评的整个过程。 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因为你们看到缺陷并不会让你们变得更聪明。 它让你们成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我创造你们作为我的挚爱并不是为了让你们变成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成为第一个不看到宇宙中无论远近的缺陷的人。 如果你们必须看到缺陷,那就原谅自己,不再看到缺陷,消除缺陷,带着祝福继续前行。 如果你们仍然看到缺陷,那么对于你们看到的每一个缺陷,都会看到关于你们的十件美妙的事情。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些,甚至你们看到的缺陷也会告诉你们这些,你们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 你们是一个想要超越你们目前所认为的自己的人,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你们看错了,你们是我奇妙的创造物,不要拆散我所创造的东西,现在就由你们来创造了,与自己建立一种爱的纽带,被自己所爱。 如果你们想爱别人,请先爱自己,这是必须的,没有其他办法,评判他人不是你们的特权,你们也没有权利评判自己,完全抛弃判断力。 不需要判断,判断是谬误,审判正在将你们的心置于深度冰冻之中,把你们的心放进温暖的烤箱里,温暖自己,亲爱的姨们,也温暖所有人。